哈囉 大家好 我是Raymond 劉仁子 大家在YouTube上面有看過我的教學 那我主要部份是電腦繪圖的部份 那電腦繪圖跟手繪有蠻大的關係 所以我們這一次呢 來拜訪陳偉老師 我們先來歡迎一下陳偉老師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沐嶺順話師老師 陳偉老師 為什麼你從國中到現在都一直這麼少 像我現在越來越胖 我都可以等大 你怎麼保持這麼瘦 很簡單 那這些秘訣就是 你只要一直養不養就好了 其實那時候在想教師的名字的時候 有很多想法 那我一直在跟學生講 就是說不管你今天要做什麼樣的創作 你要回歸到書中 所以我在想教師的名字之後 我回歸到我的書中 就是說你為什麼要畫畫 那二目的意思就是眼睛 二目就是眼睛 它跟畫畫有最直接的關係 那你畫畫就是要透過雙眼來觀察 觀察所有的形狀色彩 然後還有生活周遭的一些人事物 那這個也是你創作的全員 所以二目是觀察的意思 那一吋的意思就是說 一吋是一個很長距離的一個最起頭的基本單位 那就是那一開口就不要 不管做什麼事情 你要不要踏出第一步 如果你沒有踏出第一步 你沒有那一開始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去讓你自己有進步的空間 所以兩個結合起來就是 我在整個教學跟創作的整個 所有的心路律程會被帶有原點 就是你要能夠學會觀察 然後呢 關心我們生活周遭的人事物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能夠公開去做理想這件事情 在藝術創作上有很多 像這樣說藝術啊 對 然後水產有畫素 然後這些 然後大陸有畫這些 那當時會踏上藝術這家路 然後再來就是 是什麼原因讓你 會想要這麼多的選項 你會想要做一個開畫師的這件事情 當然最基本的就是 你要維持一個自己的生計 對 今天開畫師就是 至少能夠稍微穩定一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 你會想要把這個美感的東西 推廣出去 那開畫師是一個很直接的方法 從藝術之後 再開始訂了 就要從教育門創作 開開畫師 那你在幾歲的時候才發現 你要做這條 以前小時候 國小時候都很常畫漫畫 對 國中的時候就是 有美術老師他 他很願意來 算是美術社這樣的東西 這樣子 然後到裡面之後 認識很多學長 包括學長 對 然後讓我覺得說 在這個地方可以交到朋友 然後呢 又可以 讓我自己有點信心 有點自信 對 可能是從國中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 那當時有哪一位老師 是美術老師 美術老師啊 就是那個 蘇貞老師啊 吳老師啊 那時候我記得 我們那時候一起在美術社裡 但是 很大的習慣 對 對 然後那時候大家都 幫我們工房 沒有想說 厲害 看了之後幾乎會天人 自己不能 好說好說 不能就是不能 家家裡偷啦 感覺馬上就被刀到 好說好說 大家都能比 其實我覺得 教育的東西 一定要有一個 最重要的是 你來有教育的熱忱 對這很重要 因為其實你在教育的時候 你會 碰到很多阻礙 這個阻礙 不是說 你今天你自己畫畫 可能過一段時間之後 你沉澱過 你會突破 對這個阻礙 是你必須要去 去想很多方式 去跟所謂的學生啊 或是所謂的家長 做一個溝通 所以我覺得 你要很有熱忱 因為 你會遇到很多 不是你的專業 但是你也必須要去 克服的問題 所以你要有很多 教育的熱忱 再來就是說 你必須要能夠 讓自己的程度 就是非常好 因為你要能夠 退幾幾日 你必須要 至少要把你的基本功 都練好 你才有辦法幫學生 解破 因為師的傳道授業 對 所以你必須要做到這樣 插辦法說 來一家畫師 學務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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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要去提升 對啊 老師也會一邊在成長 就是當我們在教學的過程中 事實上你自己自己 一直在進步 畫師剛開始的時候 學生大概有幾年 一般通常都是從零開始 從零開始 對 對 很有挑戰 就是你要必須的 做好你的本分 然後呢 就會慢慢 一個兩個學生來學 會慢慢的幫你做介紹 當你 譬如說你教學的部分 你很優勤 細心的話 事實上 學生是能夠感受到 那他就會慢慢的幫你介紹學生 來學畫的 同學 基本上 都有基礎嗎 有的 有的沒有 那如果是沒有基礎的話 我都會建議 從基礎開始學的 當然說現在 我知道現在人 碰到樹苗 都覺得 腦中就是冒樹苗 這就是無聊 會 的確喔 的確喔 因為樹苗 它真的就是 那邊就是 當一個 媒產 在做這個名案的變化 對 但是不可否認 它是首位 所有藝術首位的基礎 包括 水墨也好 書碼也好 其實都跟樹苗的關係 那其實像 我們 掛到這個階段 很多 很有名的老師 他們事實上 平常也是 都是在練習 畫樹苗 他們並沒有因為說 我把樹苗學得很好之後 蟲子就沒有在畫樹苗 其實沒有 包括像 貫中 貫中是很有名的 整個 三大 流化三間特質 以馬六名畫家 那其實他到晚年的時候 看一樣 還是在畫樹苗 然後 包括現在還有很有名的 人肖像樹苗的一個老師 就是羅掌導 羅老師 其實他也是 針對這個樹苗的部分 做了一個很用心的研究 所以樹苗的東西 實際上 它是 就是像我剛剛講的 它就是一個原點 無論如何 你還是會再回來這個原點 那有沒有學樹苗的差異 就在於說 你今天假設說 你來畫室 你沒有學樹苗 你直接學你想學 你沒才 那如果你 離開畫室之後 你想要自己去畫東西 你會發現你沒辦法畫 因為你沒有一個 基本名單的概念 他沒有辦法輔助你 要持續去完成 你作品中後段的進步 所以會有這個差異性 所以我很多學生都是 他們以前都很 學人 融化學人很久 可是他發現他沒辦法吃畫 後來又回來 來我這邊 重新修樹苗 對所以 我會強烈的建議就是說 如果說你今天是學興趣 那你也不排斥說 你花一點時間去學基礎畫 我都會建議你 至少要學一段時間的樹 因為他真的能夠幫助你自己要畫的時候 包括你可能 像前陣子有些那個樹形 對 拿個膠本子 對對對 其實你會樹苗的時候 你可以自己 就是到外面就畫樹形 所以這個其實都是有相關的 因為現在就是有很多人覺得說 我其實對牛畫波水彩 我一個畫人的個性很習慣 然後就想要說轉入去畫 可是畫的感覺很像 我自己說 好像沒辦法補過 那是不是要翻譜圍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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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其實上我們只要 至少能夠學會出階 你能夠用單色的眉材 去分出他所謂的亮亮的層次 那你要去了解 如果購物 如果你看到一個食物 你要被抓他的形狀跟比例 那我想這個在對牛肉的 自己要畫的這個過程中 會有很多問題 是在學樹苗的時候 就已經幫你排除掉了 所以樹苗的狠字是蠻重要的 很多人都說 其實我本身就不可能還要畫 然後又覺得說 哇像我跟畫畫很沒緣 但是我內心其實有很熱情 是想要去畫 那因為現在說 都流行說 要去選個電匯什麼之類的 如果覺得自己很沒天分 那這部分的開始 你會希望找你去數量嗎 是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畫畫跟天分 比較沒有關係啦 北武就畫畫是 你只要找對的老師 那你去學 就是一定會學得起來 因為人家怎麼講 就是 投資有賺有賠嘛 對不對 但是畫畫是 你投資的是絕對會賺的 他不會賠的 就是畫畫它必須要一個累積 當你累積到某個程度之後 你會把這些累積變成一個大的能量 那不管你今天是要做手繪的部分 或是說你要連接你的電腦繪的部分 你也能夠很輕易的把它們合起來 因為打個比方 就算你今天用電腦繪圖 像現在Apple它很流行的繪圖版 它還是必須要靠你手部的動作 去操作那個工具 因為軟體它畢竟是輔助悲慘的部分 但是動作的部分 還是必須要由人去操控 所以手繪的部分 再跟練繪的部分的結合 是因為這個動作的關係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如果你想要學練繪圖 那我們還是會覺得 你可以稍微學術 學生來上課 你覺得這個學生 你可能要花很大的心力 然後他就挑戰去教他 之類的這種學生的話 你有沒有遇過 其實我沒有教過沒有天分的 然後呢也沒有教過 也教過特別難教的 他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他才能夠清楚 你要教他的是什麼東西 可是有一種學生我實在是 不太有辦法就是他太安靜了 他太內校然後太安靜 就是他整堂課下來 他幾乎是不講話的 那他雖然安靜 但是他有學到東西 有在 老師必須要去從他的一些 些微的動作 或者是說他的表情 去觀察說 這個學生他有沒有在 想你教他的東西 那還有他的畫面 你可能必須要等他 挺下動作的時候 也許他剛好在思考 這個東西一定要怎麼做 也許你這時候剛好可以介意 對 所以 比較 那一項的 比較不講話的學生 對我來說 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教學上的 一個需要客服的一個地方 我都希望我們能夠 會有多情數可以 不知道他在想什麼這樣 不太棒了 然後大概就說 像你所謂是要去看他的表情 他表情有很多 資訊告別 他到底是有什麼 聽不懂 其實教官 像學生說 我都會回去自我反省 就是說 是不是你哪裡交通不好 然後人家不想要理你這樣子 對真的 我每次都會反省這件事情 到底是 學生給我的回饋 是不是我交通好 該檢討 這樣 好神聖的想 所以其實 所以其實這個 教育就是像剛剛我講 像這種學生 你必須要很多的熱情去引導他 那因為這樣子來教育 教育你想要 教育學學這個熱情 你是不能被這樣打敗 你必須要去 克服總統這些問題 像這種比較內向的學生 他們可能在 上課中 可以很認真的去 專注老師所教學 課程內 然後創作上的作品 也會有提升跟技能 可是呢 因為他們比較內向 變說 他不太會去說明自己的 創作作品的東西 嗯 那 老師有沒有一些方法 可以讓我的學生知道說 日後 要怎樣從哪些點去切 介紹自己的作品 然後可以把自己做明 像任務 還是有那些東西 是 首先我會教他一個方法就是 他必須要把他所想的 都先寫下來 因為畢竟你寫的過程當中 你的大腦的思緒會開始有整理 開始有調理 那有調理之後呢 你必須就會告訴自己說 因為當你在寫的時候 就是一種 就是自己對自己講話的意思 那你才知道說 我要寫哪些東西 那我要怎麼講出來 這個是方法 那至於說 要怎麼樣去針對你的作品下去 做 詮釋呢 你可以從 最基本的就是說 設計上有一些 規律 譬如說你可以從各個書上 他們都會講一些什麼 律動的台版啊 漸電的台版 對 就是由這些下去做延伸 好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你的作品上面 有沒有什麼 特殊的情感 因為這個部分我想 可能是比較少去注意 因為每個形式原理 這個反一反俗都可以 但是當你在設計的時候 你針對這個主題 你有沒有自己想要說的話 或者說你為什麼會想要 設計這個主題 它跟你自己的成長背景有什麼關係 或者是說它因為了什麼事情 觸動了你想要設計這個內容 你一定有一個觸發點 對 再來就是說 為什麼你要用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它帶給你什麼樣的感覺 那它讓你跟你的主題 聯想到什麼東西 讓你想要用這個顏色 那整體的規劃 你必須去分成 你要講的是幾個步驟 設計的整個形式流程 你的色彩計畫的部分 然後還有你的創作理念 就是你跟它的連結 剛剛我講的 你對這個作品 你有什麼情感 什麼故事引發你要設計 當然可以從這三大方面 先下去做一個初步的 做一個操檔 對 然後呢再下去做延伸 我想這樣應該對大家 到時候在傳述自己的創作理念的時候 應該幫助很大 其實手寫是能夠幫你的大腦 就是沉澱一下 然後呢 讓你的資訊能慢慢的 有條有理 所以我覺得手寫 的確是一個幫助你要發表 某一些創作理念也好 或不是說明天你要上台演講 其實手寫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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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很好的方法 こちら手寫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應該要再作的方法 但是這次是相中的方法 因此